MING PAO TORONTO 咦? 買了泡谷汽水 看電影嗎? 嘿! 買齊泡谷汽水 當然是趕回家聽映華串臭啦 好 歡迎繼續收聽映華串臭 剛才我們很熟悉 說了兩部謝拉伯拿的電影 接下來我們的格調提高一點 說回奧斯卡其中一套得獎的作品 這套就是《斗塞 Room》 得到最佳女主角的作品 這個女主角也很年輕 二十六歲 比Jennefer Lawrence 更年輕 她不是年輕 她已經大過她 大過她兩年 Jennefer Lawrence 比較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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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時候大了一點 這套其實是一套 也算是獨立製作 她是一套加拿大家 愛爾蘭 愛爾蘭導演 合資的電影 導演就是之前拍過 Frank 即是米高法斯賓達 帶著大公仔頭唱歌的那套戲 這套戲在香港 應該都沒有機會上了 喔 Frank又知道 其實這套都出來了 其實 《斗塞》這套戲 之前是獨立的那些 不是主流的影展 得到一些很好的評價 開始聲勢很大 還拿了很多最佳女主角獎 即國家影評人協會那些 基本上她大多數最重要的 最佳女主角都拿了獎 對 殺到奧斯卡 她最後都拿了影后殊榮 這套戲就是小說改編 小說作家和編劇是同一個人 對 有些人會害怕 因為之前有前科的 就是《失蹤最乾女孩》 就說Gillian Finn 改回自己的小說 有些人覺得也不太好 這套《room》 這個小說我猜 零感取材至近期 美國奧地利 發生一些長期禁錮的案件 其實之前奧地利 就有個女人被禁錮了三千多天 這個事件都改編了 其實各地都有 我所知比利時也有一宗 美國也有 美國有三個女人被禁錮了一間屋 這套戲也是虛構一個禁錮的事件 這個故事是說 那個女人被捕了 困在一個很小的室內 還被強姦殺了一個兒子 過了幾年 兒子已經有五歲了 他覺得是時候要離開 如果再不離開 恐怕沒有機會 因為他要為兒子著想 當然中間有很多轉折情況 最後就是逃出新天 逃出新天之後 又要面對另一個情況 就是怎樣去投入現實的生活 原來他發現現實的生活 其實都是有一個不存在的房間 在裡面 都是有很多事情 他們需要去克服 他們需要去衝過 這套戲 頭一個中主要就是 交代女主角 Joy 其實這套戲很少提及她的名字 甚至你看過End Credit 她的名字叫媽 沒有提及她要加入 還有她的兒子Jet 即是交流 他們怎樣在一個房間裡生活 去到後半 主要就是他們逃出了 這間房間之後 他們要適應一個現實的世界 所面對的困難 這套戲 我覺得她有一個特別的點 就是她不像以前的拐大片 就是完全順理成章 把整件事經過拍出來 如果你有看之前有套戲 叫做《3096經世鬼大》 香港有上過畫的 就是奧地利的禁錮案 那個女受害人 她親自授權 去改編那套電影 拍攝她被禁錮的經過 還有她和她和那個罪犯的關係 到最後她怎樣去逃出這個新天 而Bloom就是完全沒有這些東西的 她不是從一個罪犯和受害人的角度去說這件事 她是從兒子的角度去說這件事 她是從兒子的角度去看 即是她那個世界的主面 去看那個黨匪和受害人的關係 所以由於你是從一個小孩子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其實你拍出來的東西是沒有那麼灰暗的 即是很多灰暗的情節 其實她用了一些手法輕輕大過了 即是她將以往那些 拍一些禁錮題材電影的那種典型的手法 轉而轉了 即是不再用他們那種手法了 即是她發掘另一個角色就是 那個受害人因為被性侵犯 所以生出來的一個小孩子 從她的眼睛去看整件事是怎樣的 而且她從一個小孩子的角度來看 究竟她想面對的世界是怎樣的 即是一開始那個小孩子 即是她認為那個世界只有三個人 她自己的受害人和綁匪 她平時就是靠半電視機去接觸外界 究竟是怎樣的 其實她是分別不到電視機裡面的東西 究竟是真還是假的 或是她不知道卡通裡面的 即是那些人物的角色 究竟是真還是不存在的 我覺得這部電影最重要的重點 就是那個女主角和她的小孩子 即是兩母子之間的連繫交流 我覺得她做得非常之好 因為事前就說Bri Larson和這個同聲 Jacob Tremblay 是大家一起玩 即是熟了熟落了 有一種默契在電影裡面出現 我猜她拍這些電影 其實她也要用了一些方法演技 即是其實Jac未知道 究竟整件事的內容是怎樣的 因為其實我猜她拍到她只有幾歲 即是如果你要她完全去墮入 即是被人禁錄幾年的角色 我覺得是有點困難的 即是這個可能是靠那個導演 或者是靠那些指導 即是你怎樣去指導那個小朋友 即是她做出原來發生這樣的事 那個表情是怎樣的 而Bri Larson那邊真是方法演技 即是她為了要投入一個角色 即是故意找一個房間 自己躲在一個月 然後又不刷牙 又不用臉 地獄會減肥 即是要募求找過一些心理學教授 想問一下他們關於受害人的心理狀態 即是募求將自己 即是變成一個被人棍了七年的人 即是頭半有主意 即是講到他們在房間的經歷 即是去到他們逃走出來 其實整部電影的風格是轉得很厲害的 即是尤其是小朋友 講到她逃出那一幕 你發覺那個天空 本身一直是拍著那個天窗 即是去到她真正看到那個天空 整個畫面都是天窗 那個感覺是挺震撼的 是的 那之後那個下半節是怎樣的 就是講到 聯絡回媽媽的家人 即是媽媽的媽媽和媽媽的爸爸 即是她們重聚 但這只不過是另一個難題的開始 對那小朋友來說 她媽媽跟她說 你現在存在這個世界 不是真正的世界 她是很難接受 但當她自己親身感受了 這個世界是這麼大的時候 她反而接受程度 好像比她媽媽更容易 你看這部電影 即是媽媽和阿Jack的 即是她的心理變化 對比其實是很大的 兒子就是一開始走都不想走 她覺得 我在房間裡 真的很好啊 我看電視 然後我覺得這樣 在房間裡住 我五歲我不走 我六歲才走 好嗎 但我媽媽當然是要逼她 逼她要去走 當她去到那個世界的時候 她是用了一些音響效果 她是故意把那些環境聲調整得很大 而讓觀眾來感覺到 即是她適應一個新的環境的時候 那種不適應的情況 我想她的適應是靠她的視覺 感官去接觸 而她媽媽的角色 她要面對另一個問題 就是她過了這麼多年的這麼好生活 其實她的時間是停頓了 但是她出來後 她當然抱著 希望人生重新來過 但她發現外界的世界 跟她想像中已經很不同了 首先她父母已經離婚了 因為女兒失蹤這件事 就令到家庭散了 散了 其次就是 她的父母就不接受她的兒子了 我會覺得她是一種內疚 因為她沒有能力去救她的女兒 男人和女人那個 你會發現她的父母有兩種態度 她媽媽是一個很積極的人 教女兒樂觀看事 她的父母是很抽離的 她是不想再面對這件事 包括她不想見到那個兒子 因為那個兒子是她和綁匪生出來的兒子 她覺得這件事是很不光彩的事情 其實演員那裡找了阿鍾能和William H. Marcy去做 兩個佔戲不多 尤其是父母 兩場戲就過了 因為她們是那些資深演員 其實她們很容易 演技非常好 會告訴你 那些人在那個情況之下 那個表現是怎樣 大家常常常有火花 另一方面 再她自己出來 反而好像把自己藏起來了 她生氣的是 她覺得當天她不是很善良的 跟了別人走去 關心某些事 她就不會被人禁錮 她那個怒火 不知道她怎樣宣洩 她好像不用腦 竟然接受了電視台記者訪問 她電視台訪問 其實原因就是 因為為了錢的關係 如果你看回真實的例子 受害人 也有接受那些記者 傳媒訪問 但當然這不是一個合適的做法 這當然是很值得商榷 她的電視台就說她因為要錢 但其實她家人又不是沒有錢 我會覺得她媽媽的角色 她有款無路素 她可能想以為透過一個訪問 她可以釋放她這麼多年來的苦難 她發現原來是事與願為的 因為那個記者引導 令她想到另一件事 就變成牛角尖 令她覺得很自實 因為那個記者說什麼呢 就是說少少少 就是她說 你有沒有想過把你的兒子送出去呢 即是很多假設性的問題 假設性的問題 還有就想過關於那個 外人就會形容說這個強姦力的人 是小孩子的身負 但她說不是 兒子沒有爸爸的 兒子是跟我的 但其實我這樣看法 你就算 如果你說你拿個嬰兒出來 叫那個男人送她到外面 你難保她會把她埋了 跟著媽媽其實是唯一的選擇 其實是 那媽媽一開始就很想爭取自由 但出到她的世界之後 就發覺她要了生活 其實她有很多束縛 她的人是不是自由的 反而她自己是想躲在房子裡 那相反兒子就是 一開始不想走 但出到她之後 她開始去接觸那個世界 她的接受程度比媽媽高很多 她裡面有一個配角 就是媽媽媽的身分對象 她反而是一個局外人 但她很容易就已經跟Jack 建立了另一種親子關係 我覺得她自己也沒有包袱 她不會標籤她 她不會標籤她是一個受害者 或者等等的角色 所以相對來說是容易相處 以William McMastery爸爸的角度 覺得這個所謂的業種 這個是業種 類了我的女兒 但另一方面 其實她是救 因為她的存在才救了她媽媽 其實是靠小孩 這部電影的焦點是一個小孩 所以這部電影 如果這部電影是廣闊的氣氛 其實兒子的氣氛 比媽媽的氣氛更多 不過這個童星 今年就沒有太多提名 Oscar也沒有去分 我覺得是很不公平的 你說的那些演技獎的提名 是否一定要成年人才可以 就算有的 我覺得她也偏了去最佳男配角 其實以往是有最佳女主角 都是小朋友去提名的 但是相反來說 要男主角方面 會不會給小朋友的話 好像還沒有出現過 沒有的沒有的 沒有的 沒有的 好像有個十幾歲 或者幾歲 提名過Oscar影后 提名也是有的 有個十一歲黑人 她有一部電影叫做 《南方的童話》 《南方的童話》 那時候她是五歲還是六歲 七歲 七、八歲 每周十歲都有提名 但是我覺得 奧斯卡也是一些老人 中男輕女 男人這些東西 當然要給老氣骨 當然要給老氣骨 而且那個兒子 最初是長頭髮的 我剛才看《MOSO》 我以為她是女生 因為她的聲音還沒變聲 她的長髮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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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長髮有解救她媽媽的力量 我覺得那個童星 她真的做得好 而且這部電影 我覺得她很成功表達到 一個受害者 在事件上的心理 就是之前說的那套《真人真事》改編 《怪大騙》《DASEL 比》 她的心理描寫 其實是強過那套很多 甚至乎 你如果看真實的綁架事件 我記得有個個案 是受害者走出來之後 那個綁匪死了 然後那個綁匪賺了很多錢 因為她出了自傳 接受訪問賺到錢 然後她用錢買回被害的房屋 這樣也可以 是啊 這可能是創傷後遺症 她想在那裡找回一些心靈上的救贖 這部電影也有說到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最後是說這部電影 就是說到最後回到那房屋 然後最後跟那房屋說再見 其實這部電影也是一些療傷的方法 所以她的尾收得很好 說到這個女主角 一個女主角 Brie Garlson 她是同聲出身的 是啊 其實她之前也沒有做過大片 都是做一些talk show的小品演出 劇集等等 她也有在香港公演過 不過她做配角 那部電影就是 Joseph Gordon-Levitt的《聖人君子》 她的戲裏做了她妹 是到最後一幕才講了幾句對白 其實她不算是那些很漂亮的演員 不算 她也是主要去找一些非主流的電影 其實在《Room》之前那幾年 她有一部電影 讀製作的電影 她拿過很多獎 那部電影叫《Short-Term 12》 她也是說一個過去有創傷的青少年 那部電影是說一個中途宿舍 她是做一個中途宿舍的主任 去管理一些有問題的青少年 而她自己本身是給親人性侵犯的 她也要像《Room》那樣面對類似的問題 而Brie Garlson說過 因為她做過《Short-Term 12》 她才有信心去做《Room》 其實中間之前她也拍過一部喜劇 其實她也拍過《21 Jump Street》 都是做一些… 不是… 是… 都做過《Trainwreck》 就是做Amy Schumer的妹妹 聽完這部戲 雖然她也配過 但她也有些… 她也演出都被人稱讚的 做過一部叫做戀下方程式的戲 但當時的女豬就是Sally活利 那我就不知道了 她出道的路線 都是選擇一些不太主流的電影 我相信如果不是她這次 一舉成名天下之 那些主流電影就不會找她做主角了 因為她的樣子不算是很漂亮的 不像是Jennifer Lawrence那種 不過接下來她的幾部戲 我也有興趣去看 譬如說 《Glass Castle》就是和Jennifer Lawrence合作的那一部 不是合作 其實《Glass Castle》 本來是找Jennifer Lawrence做主角 兼做監製的 但後來她們說 製作上可能不知道狀奇 還是說Jennifer Lawrence 他們找不到男主角去做 所以後來就不做了 推出了那個製作 後來就找Billard 導演去做這部戲的導演 這部戲其實是 《Glass Castle》是說 一對無能的父母 靠撿垃圾去逼大四個子女 而這四個子女 大了之後才離開父母 我看過一點點 我覺得其實也不錯 唯一擔心就是 因為Billard已經26歲 那本書裡的主角 其實是由十幾到二十幾歲 不知道她能否擁有這個角色 另外她還會做一套大製作叫什麼 就是Reboot的金剛 金剛 又Reboot的 為什麼 因為有錢 那些星星呀 哥斯拉還是什麼 還能殺死 好像遲些會怕到 哥斯拉對金剛 有這樣的構思 但還未確認到 接下來Billard也在 荷里胡開始上位 因為陸陸續續續 都有一些規模的製作 都會有興趣找她做製作 關於這次她獲獎 其實我覺得 這個情緒是一套獨立製作的片 她的演出都很獨立的 其實我覺得這部電影 不單是拿女主角 其實如果你說編劇 那個水平 我覺得其實可以跟羅掌那兩套 有一塊東西 是的 始終奧斯卡也是傳統一點 那你叫她去垂清一些獨立製作的 原來是少一些 其實這次Oscar 她頒了Berry Larsson 我覺得一來她的演技OK 二來真的有需要去提拔一些 新進的演員 因為你看回名單上面 卡班Sir也不知提了幾次 和她都拿過影后 或者 Jennifer Lawrence 近這一兩年 其實她的表現沒有以前那麼好 其實Jennifer Lawrence 她得獎那一套 SILVERLINE PAYBOOK 當年也有很多質疑 很新意 為什麼會給她 最主要是一個結論 就是要捧一些新人上位 她這次也提了一套JOY 我覺得她的演技OK 只是沒有什麼突破 而且她是太年輕 是的 還有名單上面也有 譬如說Charlotte Ramping 因為Charlotte Ramping 她是演戲中做了很久 但是她的級數太厲害了 Oscar Oscar的人是不欣賞她的 我覺得 Oscar也有她喜好 她譬如為何 Tom Hooper的電影 可以不斷地在Oscar 很多題目 也就是一個謎 Bee Larsson 她不是包裝成甜心型的 但是她是有識演戲的 我覺得表揚一下她 也很正常 你看回現在的Oscar 她也開始有多一些 年輕的演員上位 這件事 香港真的反正一下 她也急需要捧一些 年輕的美國本土演員上位 如果不然就會給了一些 英國 英國 歐洲演員 歐洲演員那邊的演技 其實都很出色 譬如說這個 丹麥女孩的男女主角 男主角就是英國人 女主角就是 瑞典人 瑞典人 甚至說一套MI6 Rebecca Ferguson 也是一個很搶鏡的歐洲演員 譬如說你數到英雄片的 這個 Marco Robin 他是澳洲人 雷神 澳洲人 Tom Hiddleston 英國人 這些冒起的新進 他們大部分都不是 美國本土出身 甚至乎你現在 正在上位的 《沙年活力》 都已經開始得到 了 《沙年活力》 跟著有部電影 《Divergent》 的新一集 其實有多少集 究竟原理 應該還要多拍一集 因為第三集 他分了上下集來拍的 這部電影是不是周德 有錢賺的 有錢賺的 剛剛講了新戲 現在講一下 什麼新戲 那套有奧斯卡匿名委員 非常討厭的《Brooklyn》 《暴露黑林之戀》 一個很浪漫的荷里活愛情故事 浪漫 除了《Brooklyn》 然後就是奧斯卡沒有提名的 《萬事聲輝綁架案》 因為這套 就會放在康城播 聽聞就說 康城平之前拍攏播了 就是高隆兄弟的新作 講一下George Cooney被人綁了票 另外一套就是 《傲慢與思辨》 將傲慢與偏見改編 為一個有喪屍的故事 之前就是 好像美國某份報章連續是很有好評 終於都被人拿回來拍電影 另外就好像剛才有說過 《沙年活力》的新作 《大Version》新一集 叫《赤城者 末世醒覺》 應該都會唯有看下去 我去年也看了第一集 我現在想到最後沒有看到 因為覺得這個故事跟《Hunger Games》 真的太相似 這個故事跟《Hunger Games》 是相似的 如果同時跟一些 同類型電影媒體 我覺得《Maze Runner》 比它更好看 《Maze Runner》 今年也有第三集 今年沒有 今年沒有下年才有 好像說不會馬上拍 因為票貨沒有第一集那麼飆赤 但它也會拍下去 不會再拍下去 另外說回本土製作 有一個叫做《I Girl夢情人》 鄭伊健加周秀娜 黃禎的《影王潮》製作 他也要做監製 但這件事是遲了十年才做 如果這個叫《I Girl夢情人》 這個電影放在十年前上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而今時今日你弄出來 我覺得非常老套 那些演員也有些老套 演員其實也不是問題 這個概念是 十年前拍都說得過去 但今時今日就很老套 因為十年前 也有這類題材的電影出現 例如《我驅客人之戀》 《霍贊玉》有一部電影 有很多電影 但今時今日就真的被勾了 另外有一部電影 本地導演、本地演員 但是中國製作的電影 《牟雜似水蓮華》 陳果撿到 陳果也想提醒他的《紅》 要麻煩他的《尾》 還有之前拍了一部紀錄片 現在也正在上畫 《我成》 內容也有點爭議性 另外還有一部電影 《黑澤青》的《身後戀事》 《黑澤青》提醒大家 今年的《閉幕》 《香港國際電影》 也知道的《閉幕》 就是《怪鄰居》 就是《黑澤青》的最新作 那一部電影是日本六月初見上畫的 現在就上回到最上一部電影 大家可以一年後有機會提醒的 還有一部電影 就是不知為何可以拍到 逐集的圖書館戰爭的最後任務 那這部電影應該是漫畫還是小說改編的 應該是小說改編的 小說改編的 第一集後來都已經一般了 但是也拍了一個逐集出來 那可能第一集有些東西未交代 第二集就要一般的尾 下星期就是這樣的戲 到時我們會看什麼 好 再見 拜拜 拜拜